大家好 我叫百健 来自于辽宁安山 我是一名体育老师 也是65个孩子的爸爸 欢迎您 百健 谢谢 65个孩子呢 对 他们跟您都是什么样的渊源呢 基本上是我收养的孩子 大的孩子有几岁了 最大的孩子已经34岁了 我的孙女都三个月了 你几岁啊 我43岁 相差就这么几岁 对 他也管你叫爹 对 严肯叫爸 我真难以想象 雷老师相差我10岁 如果他管我叫爹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样的一种感受 你看 您对啊 我觉得吧 您家这大儿子长得比您着急 对吧 没错吧 所以其实余波红老师 要是管我叫生爹 我也能答应 您俩都什么情况啊 如果说孩子的时候 你还几岁啊 那是我21岁 21岁 也就是说一个大小伙子 忙着谈恋爱的这个季节 那时候已经你当爸爸 就当爸爸了 对 白老爸你之前谈过恋爱吗 之前谈过三次的恋爱 一次都没成吧 一次都没成 为什么呢 因为刚开始出对象的时候 你看第一个对象 约会 我就带孩子约会去 之后呢 女孩又受不了了 第二次恋爱呢 时间比较长 她呢 也知道我这个现状 并且也表示接受 但是对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 你不能再走了 就这些现状可以 但是后来又来后边的孩子 更可怜一些 那我也控制不了 我就又收了 这个女孩也就是 无声地走 是这种状态 那第三次恋爱呢 第三次恋爱跟着差不多 也就是说 收孩子已经成为你的底线了 对 这个底线是你绝对不破的 对对对 哪怕自己失去爱情 对 就是我不能说 因为我有个习惯 就把那个孩子给粘走了 就是 因为这已经变成我家里的 一种生活方式 百健今年四十好几了 还没结婚 可是家里的孩子却一年比一年多 每次跟朋友聚会啊 大伙就说他 你小子是不是傻呀 还为了那么多非亲非故的孩子 后半辈子的幸福都不要了吗 每次听到这些 百健总是一笑带过 那他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呢 原来呀 这百健出生在 辽西最贫困的山区 因为家境贫困 哥哥姐姐们放弃学业供他读书 这学校啊 离家好远 得有几十里的山路 每次放学之后呢 学校附近的好心叔叔阿姨 都会跟他说 百健 你家住那么远 中午就到我家来吃饭啊 他基本啊 就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 有了这样的经历 让他每次看到有孩子念不起书 或者是四处流浪的 就特别想要帮他们一把 最后 就干脆把孩子带回家来养育了 几十双拖鞋 房间内长长的通铺 六十多平米的房子 这就是百健为孩子们搭建的一个家 三十双拖鞋 转换 小孩